大家好 我是云飞 之前我测开放射尾机 大家都挺喜欢的 一直有小伙伴在观看 帮助到大家 我非常开心 看到访会 我注意到大家非常在意输出度 也有一些希望我加上测试的点 比如说 佩戴眼镜 比如是否支持双设备 那么我们就把输出度放到第一位 再次来给大家测测 看看开放射尾机里面 到底谁才是最舒服的那个 来看看这波我们登场的选手 输出度是一个比较难估量的值 但我们知道 越小越轻肯定不会难受 所以我们的六位选手 分别是韶音的T910 售价128 纤细的耳机本体 一看就很舒服 男卡OEMAX售价499 比哨音还小的机身 超软的挂耳 看着精致的颜值 男孩女孩应该都喜欢 上次我们觉得非常有趣的 菲利普TAA6708 售价549 来看看这波排名如何 盒子非常有趣的 KLIT ARC2 售价1289 本次最贵的OLANDOWS PRO 售价1599 不知道会不会给我们带来 不一样的惊喜 运动耳机那些出现过的 索尼的FORRONDA LUM 售价849 特别的造型 在输入的方面会有优势吗 很多人不知道 开放式耳机的概念 快速理解就是 开放式耳机的定位 就是介于鼓窗的 和普通耳机之间 兼顾运动 不乐耳同时又保证 音质接近身上的耳机 最大的优点就是 可以同时听到 环境的声音 和耳机的声音 且都没有阻碍 不乐耳对于很多 带耳机不舒服的朋友来说 就是辅音 健康同时又可以听到音乐的 不塞耳 不读耳道 不给耳机任何的负担 可以长期备戴 这么一说 大家应该都明白 是不是自己的菜了 回到我们今日的横评 这次的六款耳机 都是质感拉板 这波不得来个三连支持 我们一起来看看 它们的实际表现 最便宜的和最贵的 有着近三倍的差距 那么实际的体验 会是最贵的更牛吗 接下来我将从各自的 外观速度 实用性 特性 音质来主意对比 视频会偏长一点 为了照顾真正要购买的用户 我会尽量详细一点 那么我们开始 哨音的T910 整体是这种方方的小盒子 我的是黑色的为主导 壳子会比较的沾油脂 会显得比较旧 开盖极可抗的里面的耳机本体 黑色的亮面 和内肤材质的硅胶拼接 三个充电数点 挂耳比较有弹性 单个耳机的重量是8.3克 配戴在耳朵上 是这么个感觉 如果你配戴眼镜 那么会是这样 会有一定的感觉 速度会有所下降 大家可以给哨音的T910外观打分 南卡这个品牌 一直在做古传导开放式耳机的 这些品类 之前我们也了解 很多它出色的产品 而OEMAX给了我很大的震撼 盒子圆论一手掌握 是这次的六个产品里面 最小的一个盒子 开盖我们就可以看到 里面的耳机本体 虽然哨音已经很小了 但是它更进一步 耳机本体机面金属的感觉 和内肤硅胶三段式拼接 金属发声口加两点的充电数点 挂耳很软很软 当个耳机的重量只有7.1克 是我目前接触过的 最轻的开放式耳机的当个重量了 而当我第一次佩戴在耳朵上时 我是非常惊讶的 一开始我只是惊讶于它的小 而当我佩戴上之后 这个舒适度 这个所谓的轻弱无误的感觉 是我第一次在一个 开放式耳机上面体会的 毫不夸张的说 这是我用过的最舒服的 开放式耳机了 在耳朵上是这种感觉 当你佩戴眼镜是这样 几乎没有影响 因为它这个很柔很细 不过也并没有实现实美 这个银色的镜面还是很容易 张指纹有纸的 算有的有湿 给它的外观打个分杯 菲利普的TA6708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拿出来放在一起 也是因为它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 首先透明的充电盒设计 然后就是重点了 耳机本体它是可以多角度调节的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调节的范围大 输出度也还可以 贴合程度OK 佩戴输出度良好 因为它的这个设计 其实它不轻 但是它佩戴的感觉 却给人一种轻的感觉 这是很神奇的 单个顺量10克 盒子设计差点意思 佩戴在耳朵上是这个感觉 当你佩戴眼镜的话 那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短时间不难受 CLEAR ARC 2D盒子很有意思 大小和一块肥皂差不多 不闻质感的灰色纹理 手感很独特 打开接近180度角度 盒子内部的质感也挺不错的 难怪可以卖1000多 耳机皮器上面的三位 就会觉得有点大 硬面的塑料和硅胶的三段拼接 塑料会比较容易粘油纸 本体和挂耳都是这种可活动的设计 有弹簧的回弹 单个重量14.4克 佩戴在耳朵上面是这个感觉 因为它的挂耳比较大 虽然兼容眼镜 但有明显的感觉 Odance OWS Pro 我对于它的这个意见很大 盒子还不错 挺美观挺高级的 但它卖的最贵 一开盖却有很大刺鼻的味道 我是真理解不了 很离谱 好臭啊 我操作 一股药 一股那个 高药贴贴 身上的高药的味道 耳机黑白拼接 质感是非常棒的 特别是喇叭素的 金属发声口听 高级的感觉 不过佩戴的感觉 是没有什么惊喜的 单的重量13.6克 佩戴在耳朵上是这种感觉 几乎不能佩戴眼镜 索尼的Friendron 这个外观一般人拿到手的第一瞬间 都很难想象到底是如何佩戴的 比较另类 但是官方称之为人体工学的造型 放在这是因为这也是一个类别 大家可以一起来对比一下 黑白的配色 实际的佩戴感觉还可以 没什么太大的特点的耳机 有点是比古装导的音质稍微好一点 外形比较夸张 适合硬核玩家 看过上面再来佩戴这个会有点落差 没点胜流还是别选它的 佩戴在耳朵上是这种感觉 几乎不能佩戴眼镜 我们综合一下可以发现 从刚开始出现开放摄影机的时候 体积都偏大 而到如今都开始注重五感 往小了做 扫影如此 南海也是如此 从佩戴感受上来说 第一档位无疑是南海的OMS 和扫影的T910 非要分个高下的话 我会选择南海 第一个是因为体积更小更柔和 佩戴起来确实更舒服 最关键的一点是 价格是扫影的一半 其实是菲利普的TAA6708 其实的军部推荐 特别是价格贵的那俩 速度是真的很差 我们也实际测试了在运动中的感受 在羽毛球的表现里面 OW Pro和ARC2代都有明显的脆合感 特别是TLIA在运动的时候 还会拍打耳朵 很不稳定 好点的是菲利普和索尼 在网上和我们上面的结果一样 扫影很舒服 但依然会有一定的感觉 而南卡轻且贴合 在运动的时候几乎没有晃动 是真的非常惊喜 喜欢运动的可以充它 舒服且稳固 光有速度可还不够 之前有朋友很在意 一双设备链接 目前在开放式耳机这个内幕里面 这个功能还没有特别的普及 准确的来说 是大部分开放式耳机的用户 可能不是很在意这个功能啊 目前6款里面只有 KLIA ARC2.0和菲利普的TAA670 其他的都没有 在蓝牙方面大部分是5.3 韶音的T910是5.2 南卡的WMS是最新的5.4 防水等级三款是IPS5 索尼的和哨音的 还有OW Pro是IPS4 升学技术以及录音技术 我会直接上表格 大家自己看吧 待会我们实现出生枝 充电以及其他的新一技术 大家也可以一并暂停观看 我会把突出的标链 开放式耳机两个很关键的指标 录音处理以及音质 我们足以来测试 首先是我们的录音测试 我们会在同样的距离播放歌曲 然后放置麦克风 对比同等音量下 谁的声音处理会比较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放式耳机相比古装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音质有了质的提升 它们音质差距也同样是我们的考量范围 佩戴你们最好的耳机我们一起来看看它们的音质表现 看看不同的价格不同体积的产品 在音质上面的表现差距如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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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的测试中 它们的音质确实都已经非常不错了 相比于上面来说 OW Pro是比较通透的 扫音的T910会略懵一点 南卡的音质还不错 结合之前的测试我也有一个综合评价 首先我比较推荐大家多看看的是 南卡的OEMX 小小精致 配戴舒适 适合运动 音质不错 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最便宜的价格里面 做到了几乎全面的超越 真的是很有性价比 强烈推荐 其实是哨音 老牌也蛮小巧的 虽然性价比一般 但各方面也没有啥问题 这又是菲利浦的TAA 6708 喜欢这个类型的可以试试 其他的三款群不推荐 我感觉那两个开放式耳机卖的那么贵 都是做的广告 实际的体验 很难感受到这个钱花在了何处 非常不推荐 当然以上都是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的 大家做个参考即可 里面我最受惊讶的肯定就是 南卡的OEMX了 少银一磅的价格 却有着超越千元耳机的体验 南卡这个品牌作为国内最早 开放式耳机研发的中国品牌之一 每年研发投入超过4% 从一开始的股床到现在的开放式 可以实际的看到它 逐渐的把运动耳机这一品类的价格 从千元慢慢做到了百元 从开始的小型市场到现在 运动党人手一个的股床的耳机 同时随着开放式耳机的爆火 大家选择的产品和品类也越来越多 这是国厂品牌的力量 希望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大家了解 目前开放式耳机的市场 对你有帮助的话 最后请记得多多支持 我是云飞 请记得点赞收藏 那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